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雅雅 看这儿什么 你这哪儿来的呀 家属送我的 以为我有小孩 我没孩子 你比雅雅玩吗 雅雅快谢谢余飞师师 谢谢余飞师师 我爸爸回来也会给我带玩具的 孩子真可怜 你说谁可怜呢 我告诉你了 我们雅雅有爸爸 我怎么没见过呀 马上就有了 雅雅 有时间去叔叔那儿看笋了 可帅了 好啊 好啊 雅雅 你看 照片上这个叔叔啊 求着要跟妈妈结婚 结了婚你就有爸爸了 妈妈 他是谁啊 华姐 亮亮你干什么呀 好好好 你下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 亲爱的华姐 美丽的华姐 那个 能把户口本还给我了吗 急什么呀 还有用呢 不是 这漫漫人说的我难得结几回 你说这这这这这 咱们现在千万别扯到结婚这件事上 我身体也弱 结了婚也只是个摆设 身体也亏 所以你赶紧还给我呗 妈妈 你说的爸爸就是他吗 华姐 我看你的户口本 是要看你的生辰八字 跟星座属相跟我相不相符 相符的话呢 我才能跟你继续交我 要是不相符吧 免费送了我都不要 那 咱俩合吗 你呢 是搞怪的水平男 我是慢热的摩羯女 咱俩在一起呀 就四个字 有用不分 太好了 太好了 不是 那个 那户口本可以还给我了吗 慢点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帮我值三天夜班 这怎么行呢 你这完全就是欺负人的花姐 只是三天夜班 你开玩笑呢 不同意是吧 欺负人 好吧 不是 三天 就三天 从哪天开始 今天 行 锦掌 不 气 声 fl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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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是不是一天没有排尿了 我怎么那么粗心呢 是不是特别难受啊 喂 长安 小夕一天没排尿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带我们去趟医院吧 我以为什么大事啊 我现在很忙 别拿这些破事烦我 喂 喂 小夕别害怕 妈妈带你去医院啊 小夕没事 我们到了啊 这边 你好 亮亮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一旦我 我怎么在这儿说来话长了 小夕她怎么了 小夕她一天没排尿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什么事啊 喂 丁院长 喂 亮亮 那个 现在有个狗狗病了 你马上过来一下吧 挺着急的 好 我知道了 对了 亮亮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怎么在这儿说起来就太长了 最主要啊 是我觉得 我天生就对小动物有一种爱 然后 我觉得人医跟兽医也就出脸隆通 而且给小动物看病 反而赚得更多 所以就才了嘛 原来如此 大半夜的 你怎么就一个人来了 贾长安呢 他 他 他有事 有事 这 这都几点了 他还有事 行了 别瞎猜了 亮亮 你一定要帮忙 帮我治好小七的病 你放心 这点小事绝对没问题 你也知道我上大学时候的手艺嘛 小七乖 叔叔帮你看病呢 亮 丁院长 那个 易丹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我们宠物乐园的丁院长 丁寒 这位是我的 老同学 吕玉丹 小七的主人 你好 你好 我们院长是这方面的专家 院长你赶紧给小七看看吧 嗯 哥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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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来 听话 都怪我好轻 心大 院长 他哪里不舒服 他一天都没有排尿了 没有排尿啊 院长 想不到你这么厉害 可以想出这种方法来治疗 我就奇了怪了 为什么平时你对人冷冰冰的 对狗你就这么温暖呢 闭嘴 开玩笑 怎么样 严重吗 不出我所料 果然是尿路阻塞 不过还好没有心生结石 幸亏你带他来得比较早 如果再拖的话可能就危险了 那怎么办啊 我先帮小七倒尿吧 艾良 你帮我 没问题 你帮小七按摩膀胱 亲亲来啊 小七啊 就让我好好来招待招待你啊 好 别停了 继续按摩 别停 快一点 没事啊 小七 小七快好了啊 好了 好了 可以了 好了 小七好棒哦 真光 小七 好了 这个小祸害 我绝对饶不了你 此仇不报废 我绝对饶不了你 小七没什么大碍 等会儿你可以带回去了 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找我 谢谢丁院长 这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以后多注意就可以了 他多大了 他一岁了 长得真可爱 还特别聪明 真像我当年养的那一只 你也养过拉不拉多犬啊 对啊 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怪不得呢 其实小七挺认生的 但是对您一点都不认生 累死我了 阿良 送送你老同学吧 我把这儿整理一下 好 接你回去啦 回去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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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小七 谢谢啊 嗯 拜拜 拜拜 走 小七 走了 回家喽 这次还算幸运 要是来晚了 小七就危险了 幸好我及时疏通了她的穴道 尿道 今天你受委屈了 弄得一脸都是 还没事儿 我们这个做宠物医生都习惯了 没事儿 行了 你赶紧回去吧 我送你啊 不用送 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呢 我得送你啊 真的不用送 我先走了 行吧 走了 小七 走了 这首都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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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站那么高了 我跟你说我一见你就来气 人家说乌鸦嘴臭 你这个鹦鹉嘴比他嘴还臭 我告定你 你以后要给我好好地管住你的嘴 要不然我撕烂他 撕烂他 讨厌 讨厌 你多大了 跟一只鸟怯气你幼不幼稚啊 你怎么还不睡啊 花姐呢 今天不是她值班吗 怎么不在啊 别提她了 为了拿回我的户口本 我又跟她签订了不平等合约 别害怕 这个花姐把规定当儿戏 丁院长 我算是明白了 这个宠物乐园 是宠物的天堂 人间的地狱啊 天堂 有这种感觉就对了 在我们这儿 宠物永远是第一位 不过还要谢谢你 今天小齐情况那么紧急 如果没有你的话 真的会有危险 这是我的职责 不用写 不过 你老同学的诊费 你帮他出了吧 我刚刚算过了 一共三百六十五元 这个你还问我拿钱啊 从你工资里扣 你 起来吧 我开 我开 小米 小米 来 进来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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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放心 小齐的病已经好了 她的尿路不堵塞了 是我 你干吗不开灯啊 你干吗去了 我跟小米说话 你没听见吗 不就是一天没排尿吗 多大点事啊 对啊 因为在你心里 狗狗的事情 永远比不上你的应酬 人的事还没搞明白吧 我还管狗的事 你干什么呀 你放开 吕一丹 咱俩还没离婚呢 你注意点影响 我 空气那么新鲜 佳人在我身边 感觉胜过了环游全世界 美梦虽要实践 也要抽点时间 陪你们聊天 小米 小七 还好有你们陪着我 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的啊 都会好的 走吧 走了 我们吃啊 我们吃啊 妈 长安 有事吗 这一大早就来电话 我说长安哪 你别老不把我的话当回事 你忘了你巴黎寺时候的嘱咐吗 家家时代单传 别到你这儿就断了香火 你必须给李宁淡点压力 如果三个月内再不还愿 你们就不用再撑着了 直接给我离婚 听见了没有 听到了吧 我妈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连最后的期限都定下来了 家长安 你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你不觉得你妈这样说话太过分了吗 是 我妈的思想那是古咎 但是要孩子的事 纯粹是因为她传统接代的封建思想嘛 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行吗 我不是不要孩子呀 我不是一直在努力吗 你做什么努力了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消极呢 我怎么觉得你根本就不想生呢 我消极 我什么时候消极了 你不消极啊 你不消极的时候 你选的现在跟我分居是不是 我跟你分居是为了让我们少吵架 因为你根本就不理解我 你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考虑你的感受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我在咱们家我就排好老四 在你心里 这两个狗都比我重要 关小气小米什么事啊 你别胡搅蛮缠 把什么事情都往他们身上推行不行啊 怎么样 这说到狗你来劲了是不是 那我问你 妈给的那个方子 那药你吃了没有 你买了 就是一条狗 都比尿多 一条 一条 喂 什么事 什么 公司一百万的账都有账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马上来啊 一条 公司有事我得去一趟啊 早饭你自己吃吧 要别忘了吃啊 要别忘了吃啊 我说了我不吃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把你拴起来了 不要 你怎么吃 我吃了 你怎么吃 她也不能吃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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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licorby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什么紧急状况 院长 其实没什么事 我不是要过生日吗 我打算请大家吃海鲜 喝啤酒好不好 海鲜呀 我要澳洲龙虾 还有吃螃蟹 我想吃那个那个 三文鱼 袁大众 你别太过分了 这种事情都按紧急剑 袁大众 我警告你啊 下次别再乱按紧急剑了 如果还有下次 我先把你当螃蟹煮了 你说这丁汉子上背的 一定是海底洞 你别说了 吃什么 吃什么 大众你还想要吃什么 吃什么 吃什么 你喜欢什么东西 我看上了一套 五千多的化粿化妆品 再见 再见 龙虾还吃不吃了 吃啊 吃 酒来了 喝了这个 谢谢 来 来 来 今天大众过生日 大家一起喝一点 高兴高兴 好 好 好 来 来 来 喝一点 不要够倒 您不喝啊 我呢 在养生 这是养生之道 不是 高大 养生你要看时机 你说大众好不容易过个生日 不是 难得过一个生日 你多多少少喝一点 好酒好福气嘛 我给你倒一点啊 小明来 小明酒量好多喝一点 大家把杯子都拿起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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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院长 还有大壮 生日快乐 谢谢 亮亮 谢谢亮亮 来 来 说两句 大壮 来 来 感谢今天大伙来参加我的生日 我敬大家一杯 好 来 来 来 生日快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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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不注意的 来 来 我给你擦一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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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 你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 还没喝就多了 幸好这是纯粮食那样的白酒 叫做啤酒啊 味道和颜色可有得说喽 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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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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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 你干嘛呀 碘 嗨 嗨 对不起 RO 3 很 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七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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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知道了 你才搬进来两天这里就乱成这个样子了 虫无公寓都比你这干净多了 废话 虫无公寓的猫猫狗狗都是我打扫的 我哪有时间打扫我自己啊 那你现在有时间了 赶紧打扫 真看不惯你这个邋遢样 好讨厌自己是处女族 这次已经温少了 彼兰 这次又是你 糟了 �化 她就ittle了 怎么样 整理得还不错吧 这个镯子好漂亮啊 是你的吗 那我先出去了 我都会永远信赖你 鸯两 我们分手吧 今天不是愚人节 一点都不搞笑一旦 我没有在开玩笑 这个是你送我的玉珠 现在我还他 不要忘记我爱你 是我心中的秘密 再给我多一点时间 我的爱统统的为你放心 来 豆豆 你今天怎么不说话了呀 这样就对了 我们要和平相处嘛 改天给你找点吃的 啤酒 啤酒 你个臭鸟 最后一天我把你煮了吃了 你才早更呢 你们全家都早更 下一位 医生你好 哪里不舒服 就是觉得身体有点不太对劲 我想做一个全面一点的检查 有多长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了 平时的经期正常吧 有没有觉得全身乏腻 或者比较疲惫的感觉 偶尔会有一点 像你这个年纪的女性呢 我们着重检查一下乳腺和子宫 好 对了医生 这个可以加急吗 我想快点知道结果 当然可以 谢谢啊 好 好 你先去做检查吧 一会儿把结果拉过来 好 谢谢医生 艾亮 你真的好鸡车呀 你怎么那么讨厌 你是不是脑子溅水了 有你这么给狗木洗澡的吗 毛都给你洗下来了 你以为是澡堂的搓背啊 我 我 我 讨厌 滚 我觉得你上头夸张嘛 我觉得院长还挺理性 挺严肃的 你们说院长是不是太久没谈恋爱 没谈人疼 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了 不过院长他这几年也都没谈恋爱 不对 他好像从来就没谈过恋爱 你说他每天跟猫猫狗狗的在一起相处 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我也旁敲侧击都问过几次 他说现在呀 只谈事业 不谈感情 你们说 他是不是取向有问题 不会吧 你们看我干吗 我可是纯爷们 哪上院长 你说长得这么漂亮 那做起事来比男人还好 安上了 要不你把他给收了呗 我收了 你开玩笑呢 什么样的男人敢娶他呀 那还不是在家里养了一个母夜叉 天天回去就对着他那张脸 对着他那张脸 干什么都点呗 你说这种女人谁受得了 嫁给我 开玩笑呢 我倒八辈子血霉 他嫁给我 真的 不是你碰我干吗呀 我跟你说 他就 这我看一下 你 你 站住 都吃饱了吗 吃得都还好吧 挺好的 好 花姐 院长 花姐 你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逢人就问 是不是单身啊 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 你当我们这是婚姻介绍所啊 院长 是他们先找我搭设的吗 不是 是 是吗 那我最近怎么频繁接到投诉 说我们的前台向宠物主人逼婚呢 院大壮 还有你 院长 我能不能麻烦你啊 不要再拿宠物当实验品了 就你做那些奇葩造型 我实在无力吐槽你那惊人的品位跟审美啊 昨天那只被你喷了三劲发酵的吸食犬 回家之后照完镜子都不敢出门了 我求求你吧 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们完美世界宠物乐园的名声臭名远扬 那人家搞的是艺术嘛 你们到底懂不懂嘛 艺术啊 艺术就是穿一条紧身裤 然后裤子开崩了是吗 阿阳 你们这些九龄后啊 可不可以不要时时刻刻把手机都拿手上啊 我觉得你一天的时间有半天都把手机都在手上 比你睡觉的时间还长 你有没有心思工作啊 还有 我麻烦你把那些稀奇古怪的铃声都给我换了 你要是上班再让我听到你那些铃声 我就把你手机没收 拿来 两个都拿来 罚你今天跟艾亮打扫宠物公寓 我不要 多臭啊 不臭的 不臭的 这 这还有点臭 于飞 我求求你高抬贵手啊 我们经费本来就已经很不足了 请你不要再随便为你的实验室 添购新的仪器设备了 院长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这不是为了更好的做研究 然后给宠物看病吗 为了科学啊 我的眼里只有科学 我知道 但是钱也不能这么花呀 高大夫都跟我提一件了 你能用他的经费啊 阿六 你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没有资格笑的 你知道吗 我昨天在检查的时候 我发现宠物公寓 根本就没有打扫干净 要是小动物长跳蚤怎么办 生病了怎么办 丁院长 这可是天地良心 我天天拖地 把那个地拖得比我脸还干净啊 你今天洗脸了吗 洗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我洗了我洗 你不信可以 你摸摸 清清爽洁不紧帮你看 一天洗几遍啊 两遍啊 你一天洗两遍 连丑无公寓怎么一遍都打扫不完啊 到底是你的脸重要还是动物重要 动物重要 脸也重要 我洗你两个小时之内把它打扫干净 两遍 要是没有你的脸干净 你今天晚上就睡呢 好了 都散了吧 你结婚了吗 结了 快三年了 那 今天你的老公 有没有陪你一起过来 没有 他工作比较忙 如果方便的话 你跟他打个电话吧 让他来一趟 或者呢 叫你的家人来一下 是很严重吗 没关系 有什么话 您就直说吧 根据检查的结果呢 我们这里的子宫内膜 发现了一组上位性能量 我们怀疑是 是癌 子宫内膜癌 根据现在的结果 已经有晚期的迹象了 发现了太忙了 晚期 那还有什么办法吗 你也不用太悲观吧 如果马上进入住院治疗的话 或许可以创造奇迹 这都是有成功的案例的 如果奇迹能出现 就不叫奇迹 这样吧 你回家跟你家人商量一下 我建议您 还是赶紧住院治疗 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 谢谢 再见 亮哥 你看你的动作简直帅呆了 我说阿雅 你干吗呢 院长让你来陪我一起打扫 你老拍什么照啊 他让我陪你又没让我打扫 我这不是陪你吗 再说了 我还做专职的摄影师我容易吗 来来来来来个侧面 快快快 来什么侧面 要来就来挣脸 嗯 你干吗 没见过帅哥啊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我们这儿真是名副其实的宠物乐园 人间地狱啊 不行 我要抗争 我要去抗议 我要跟丁院长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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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电话不打一个 去了到医院 到医院干吗去吗 谈副科学了 是子宫问题还是卵巢问题啊 是生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 还是你压根就不想生啊 是癌子宫内膜癌 根据现在的结果啊 已经有晚期的迹象了 发现得太晚了 因为你会继续吃了 天上传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嬷 丁院长 你扪心自问一下 我是不是这个医院里边 工作最辛苦的人 天天起得比激早 睡得比鬼网 干得比狗泪 我都已经这样了 你为什么还要扣我工资 不是我扣你工资 是你自己扣你工资 我只是按照规定执行而已 你开玩笑 我怎么会跟钱过不去 我怎么会自己扣自己工资呢 你说我工作没做好 我哪儿没做好了 动物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周一 你给博美洗澡的时候 没有用宠物专用的洗衣液 导致她严重过敏 全身掉毛 周二 你打扫走廊的时候 消毒剂用得太多了 走廊全部都是消毒剂的味道 你知道很多狗因为这样 都已经开始打喷嚏过敏了吗 还有礼拜三 该你倒垃圾的时候 你没有做垃圾分类 我 院长 我突然有点急事 回来接着聊 安 安良 闹 andare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통 吴唱歌 噢呀 里登ki 嗯 credo est qualifying non ه 吃 大人 你给我的手奶狗粮啊 那可不啊 来人啊 救命啊 你怎么站那么高啊 我跟你说我一见你就来气 人家说乌鸦嘴臭 你这个鹦鹉嘴比他嘴还臭 这个宠物乐园是宠物的天堂 人家的地狱啊 小心没事我们到了啊 这边 你好 亮亮 别停快一点